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正经话 球队正经话只谈重要的是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夏甲露 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特别来讨论的是安倍晋三 以及他一连串的新政当中 特别是针对汇率这一项 我们有进一步的讨论 而在今天讨论话题 是在最近国际媒体大幅度关注的 这个人就是爆料美国铺天盖地 进行网络监控的前CIA雇员史诺登 专门爆料美国政府机密的 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艾森吉他就表示说 未来几个星期将来刊登 史诺登所揭露的一些机密文件 这消息出来恐怕让美国如坐针毡 非常的紧张 而原本是方便取得资讯的网络 现在也变成了泄游资讯的重要管道 这界限到底存在的哪些问题 要怎么样拿捏呢 今天节目带您一起来关注 打着反恐的旗帜 美国总统欧巴马跟国安局长 称这些监控计划是合法而且透明 但情搜真的可以这样子合理的 无法无天吗 而另外欧巴马出席职业高峰会 首度对外暗示将寻求从香港 引渡史诺登回到美国 会不会引发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呢 经济学人说侵犯线商品司 其实政府知道的比Google还少 其实我们在网路上一些不经的举动 都已经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好首先要为您介绍 今天来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弹大战略所的黄介正 黄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为您介绍是网络安全专家 这是台湾数位文化协会的执行长 徐廷廷廷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在最近这前CIA的雇员史诺登 几乎要变成美国政府 头号关注的人物了 这段话听起来感觉起来 就很像是电影情节 其实在他曝光了 所谓美国的冷静计划 是全面的透过网络 来进行情报搜集的监视计划之后呢 也使得美国总统欧巴马 必须进一步的来出面 跟全国人民 甚至跟国际社会来做出点说明 而如果你现在去问美国人 到底史诺登是窃取国家机密的叛徒 或者是捍卫大家网络隐私的英雄 恐怕这个问题对美国人来说 还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这位主动要求媒体公布身份的史诺登 曾经担任CIA的约聘技术助理 他透过华盛顿邮报 英国卫报 向全球世人经报 美国政府的秘密监控计划 这个被称为冷静计划的秘密行动 据了解全球民众的通联记录 网络上的照片 邮件及聊天记录 在美国国安局内全都无所遁形 美方搬出国家安全大旗 只好牺牲个人隐私 还特地澄清 冷静计划早在七年前 不惜时代就已经启动 为了确保有效对抗恐怖分子 卷入这场监控风暴的美国总统欧巴马 完全否认国家监听民众 甚至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访问的时候强调 美国的情搜与中国大陆的骇客攻击 有很大的差别 但外界质疑的是欧巴马不能监控美国人 难道就可以监控外国人 针对这种说法 欧巴马表示 这是他们设立外国情搜法庭的原因 也就是间接说明 情搜他国的合法性 然而初来爆料的史诺登 到底是维基简历创办人亚桑奇口中的英雄 还是所谓的叛徒 恐怕要等这场监控风暴落幕才可能有个论断 我首先想要请教老师的就是 其实看到美国政府对于这史诺登事件 最新的一些态度上面的表态 包含了美国总统欧巴马接受他们电视的访问 他说这是合法的而且是透明的一个计划 然后也包含在不久之前 官局的局长跟FBI的副局长 去了国会的一个公开的听证会 他们三个小时一搭一唱的去捍卫整个计划 然后最后还因为麦克风没有关 就被记得听到他们说会后要去喝酒庆功 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背景跟资料 想要凸显是美国政府现在感觉起来 他们似乎对于整个监听计划 他们是非常坦荡的 他们是觉得很理所当然的 很不需要特别去顾忌的 现在的态度真的是这样的趋势吗 我觉得我们要分两个区段来看 第一个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主政府 可不可以监听自己的人民 另外一个是对国外的作为 这两个要分开来看 因为我们政府存在的目的 是为人民谋最大的福利 那么政府能不能够监听自己的人民 这是一个我们要讨论 但是今天我觉得美国并不是说违法做事 它是合法 对 为什么因为有法律 尤其是对国外有国外监听的法律 所以美国政府可以大拉拉的说 今天我依照我自己的法 我们不能说它无法无天 应该是说它可能是有法无天 或者是恶法无天 但是这个法也是自己定的 所以游戏规则是他们自己选择 当然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大的强国 那么它为了捍卫自己在世界独强的地位 又以自己先进的科技和人才 以及霸权的心力 它当然会做这些事情 毕竟我们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美国是恐怖攻击最大的受害者 这也是事实 所以美国民众对于这样子的监听 是五味杂陈的 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够更安全 但是美国人民应该也不希望 政府每天都从背后偷看 他们在做什么 但美国政府的确觉得 自己站得住脚是合理的 对法律上来讲他们站得住脚 刚才老师提到了法律 应该还是要回说到 美国原先在91事件之后的 爱国者这个法案 但其实的确就是在2001年的91事件 导致现在你看到美国的这种 国内的气氛 老师刚才也讲了 其实美国人民对于自己 要什么样的程度被监听 心里头也是非常无为杂陈的吗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 它通过的速度非常的快 包含的面向非常的广 最主要是因为911恐怖攻击事件 对美国人民造成心理的震撼 甚至美国的白宫跟国会 都当时可能是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在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 是美国朝野两党 有相当高的共识 在911事件后不久就通过了 那么在法律法条上面的规定来讲 相当的宽松 也给予美国的行政机关和执法机关 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对于人民的通信 通联自由的言论 有很多的限制 这也是我们在学术界 持续在探讨 就是说美国的言论自由 跟美国的爱国者法案中间 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有一次 我们在电影头看到 像全民公敌之类的电影 还有我刚才引述的 这个什么前CIA的雇员 现在变成美国的头号公敌 这种感觉 真的非常的电影情节 但它的确就是活生生的 非常现实面的存在 美国这个社会 跟国民的生活周遭吗 因为这个我想 这次的整个发展过程 跟电影情节非常像 可能好莱坞 不久之后会拿来拍 应该会拍成一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从目前 这个Snowton 它所有发言的 在网路上的发言 跟大家比谈 或者是录影带的公布 我觉得后面可能 还有后续的发展 这后续发展可能还牵动到 包含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互动等等 对 老师刚才特别提到 爱国者法案 我们这边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整理 带大家来简单看一下 其实这爱国者法案 很快的是在2001年 当时9月11号 发生了恐怖攻击之后 2001年的10月 大概中下旬昨日的时间 非常快的速度就通过了 那么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 可以使得美国的相关的情报单位 有非常大的权力 来进行情报搜集 主要为了防止恐怖攻击 所以他们有权去搜查 包含了电话 包含了email 甚至你的医疗的记录 财务 以及其他种类的各项记录 范围非常广泛 等于是你生活上的所有东西 它都可以掌握得了 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 爱国者法案之后 我们进一步的想要来探讨 到底在目前美国的情况之下 他们所掌握到的相关的资源 实际上他可以多么深入的 来去看到这些在网路上的讯息 这是有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局 全球网路的一个大监控的相关资料 在2013年的2月到3月 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那么从全世界各地 他们所掌握到的讯息 高达了970亿条的数据 这970亿条的数据里头 其实美国国内的相关数据 只有30亿条 也就是说剩下的940亿条 全部都是国外来的数据 那么国外来的数据呢 只要是他们这个关注度越高的热点 就会呈现红色的颜色 第一名关注度的就是伊朗 第二名呢是在巴基斯坦 另外是在约旦 埃及跟印度 也就是现在局势上是比较紧张的区域 很多人都说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的微妙的状况之下 中国其实是不在他们的红色的热点区 是在他们橘色橙色的重点关注区 那么进步来问 就想要来问一下这个挺要 就是说以美国它目前的能力来看 它到底实际上在网络监控的能力 它已经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 其实资料美国过去很多年前 就已经有办法拦截很多资料 可是在这几年内 其实所谓的data mining 就是资料的探勘 技术有很大的发展 Ogic Lee 9.111的时候 这些嫌犯的资料都有被FBI给解惑 但他们分别去搭飞机 去坐飞机的订票 拿现金租车 然后做了很多很可疑的事情 还去上飞机的课程 可是这些事情没有办法 被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讯息 所以你有很多的information 很多的资料 但是资料进来是 片段的 对片段 垃圾进来垃圾出去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可是他们现在在data mining 有很大的科技进步 尤其是一些民间公司 像有几家 像普兰蒂尔 这非常非常大的资料探柄公司 它可以做到很细微的东西 可以把两件完全不大嘎的事情 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结果 所以他们现在 结了这些资料 他要能分析才行 因为过去他就有办法结全世界的资料 可是现在厉害的是说 他可以分析所有人 就把自营组成有效的东西 就是这个伊朗人去买汉堡 跟他是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 他可以算得出来 对 所以这是目前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科技 可是他算出来的精准度 可以达到非常 就是例如80%的精准还是 没有公开 可是其实他们也都很坦荡 你知道吗 就是很奇妙的是说 在美国做资料探柄 像这家最有名的 这个弗兰蒂尔 他是甚至是公开 要IPO公开 他现在估值在80亿美金 Twitter才估100亿美金 世界上有多少用户的Twitter 他就估80亿美金 所以你知道他是非常坦荡 他也都让商业周刊采访 就是我们这个技术 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据根据一些科技媒体报道 他可以做到还蛮精准 比方说假设有 你的意思是说 就从这970亿条的讯息里头 去精准的分析出来 抓到谁有可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他们只是其中一个计算单位 就是说可能还有别的 但我相信以他们现在技术 可以把这些970亿条 完全看起来没有相关的 可以算成一个 几个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他可怕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技术层面之下 他想要监控谁 大家都逃不了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他们是说 我就是不希望误杀那么多人 我970亿条 我慢慢看对大家也不好 所以我只是要看有嫌疑的人 标靶治疗这样 对他们也是很坦荡的这样说 就是我们就是明着 要过滤出这些人来 但我不想每一个人看 这样 所以目的是要过滤出有嫌疑的人 而不是要看大家的资料 对我们来对他来讲 我们每个人 只是个资料的构成而已 所以回头想要请教黄教授 就是目前在整个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态度 也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清楚 那么舆论上很多的批评 主要针对欧巴马是 他其实在竞选的时候 对于相关的进攻计划 他是保持着一个比较批判的态度 可后来当了总统之后 在态度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那么更进一步的是 其实从克林顿时期 到布希时期 到现在欧巴马时期 这一路下来 美国在于整个网路情搜的领域当中 是不是也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思维上的变化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因为欧巴马之所以这一次 Snowton会针对他 而且他爆料的时间刚好是 美国欧巴马总统要跟习近平见面之前 而且美国这次本来就准备头号 要跟中国大陆谈的 就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网路骇客攻击 那么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们先不去讲他 他为什么针对欧巴马 你从他跟国外有限的访谈 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他认为欧巴马你在竞选期间 所做的承诺都没有兑现 欧巴马总统上任以后 签的第一个文件 就是就职完了以后 进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签第一个文件 就是关闭在古巴的 管他们的被的监狱 因为那是一个不讲人权的象征 在小布希总统反恐的过程当中 很多恐怖分子在那里被虐待 可是欧巴马总统到今天 我们已经2013年 他也连任了 到现在那个监狱还开的 所以他有一个诉求 有一个类似政治上意见的诉求 那么这个从这一点来看 另外一个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从早期克林顿总统的时候 是的没有错 克林顿总统是冷战结束以后的 第一个美国总统 冷战结束了以后变成很重要 就是说过去我们以为都是核子攻击 五角大厦的最中间的那一点 卖热狗的摊子 我们叫做ground zero 就是如果苏联要攻击美国 第一个打的就是五角大厦 锁定的目标就是在那一点 对就是那里 但是冷战结束了以后 变成很多地方都可能被攻击 因为被散开了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字叫做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我们叫CIP 也就是重要关键基础设施的维护 包括水库 包括交通 我们前一阵子还有高铁 可能被爆炸等等 这些关系民生的这些设施 都变成很重要的 那当然网络安全是其中之一 那么所以从过去我们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 那种我们叫做消极性防御 那么现在尤其是像data mining 或者是运用相当相关法律的授权 或者是空白授权 让行政机关或执法机关 去广泛的收集可能的威胁 变成主动发掘威胁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被动的保护 到现在主动的出击 确实是有一段历程的变化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除了我们对于政策的需要 对威胁的感受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廷耀雄讲的 科技进步让我们可以做得到了 这个是一个关键 博老师你刚才对于欧巴马 他态度的转换这个部分 可能是让沈诺登觉得不大高兴 就是你之前是这样这样 结果你做了之后 你也没什么怎么样的改变 你以前批评的事情你现在造作 为什么会造成欧巴马这种改变 台湾人常常说 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是也可以套用在这件事情上 我想政治人物换了位置换脑袋 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在竞选的时候 你可以诚意很高 可是等到作为三军统帅 当所有各部门跟你做简报以后 你会发觉原来实际状况 跟我在竞选的时候不一样 但是好坏仍然可以区别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技术 去做政治增防 打击政敌 或者是故意伤害人民应有的 宪法保障自由权益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坏的 但是如果为了防止外国对我国 进行恶意攻击 而我做的必要性措施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事情 那么如何在这个中间求取平衡 欧巴马自己说的话 说我要在保障人权跟国家安全中间 找寻一个平衡 那个平衡谁决定 他自己决定吧 所以这现在就是最吊诡 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这个部分 就是平衡点在哪里 回头想要来问一下廷耀 我们刚才讲到技术层面的进步 其实美国到现在为止 就在网路上 网路战争的这一块 它实质上到底放了多少资源在这里头 例如说它放了多少钱 或者说它的重点 现在到底是放在哪些项目 例如说军事啊 国防外交等等的 在网路的这个 整个战场的这一块 因为天下武功出少礼 所有的网路都是美国人发明的 你知道所有的 主要的协定 主要的这个domain name的 这个解析的一些机构 都是在美国 那像iCan 甚至是像一些 国际的大的网路组织 公用的协定的组织 都是美 基本是美国人 就是基本 你美国人打架就好了 美国人说了 其实就算 所以它在网路上的优势 是比实体世界还要强 它已经在实体世界 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了 它在网路上的优势 是你无法想象的强 就是它基本上做了 所有基础建设的东西 都是美国人来做 或美国人来决定的 所以它当然善用这个优势嘛 那我觉得这次 比较大的争议点 就是说它是不是有 史莫登的谴责 就是说它有拿到原始的资料 就是说这些几大公司 是不是有给开接口给它 继续拿资料 像我们谈什么资案 就白谈了 就没有什么好谈 它在最原始的地方 就拿到资料了 对 美国政府当然就花很多钱 比方说由他州 也有说有一个很大的基地 甚至里面有所谓的两子电脑 两子电脑 对 两子电脑 就是它根本不是用现在的 现在的科技来 就是现在电脑 标准的电脑科技来做的电脑 是另一个架构的电脑 等于是它是次次代科技 所以它已经到什么样的层级了 就是说它算的速度 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像很多什么蛋白质电脑 两子电脑 这种东西就是 不是我们常理可以想象的 对 它外星科技的东西 外星科技 用这样来轻轮我椅子 对 就是它不是用现在的架构做的 你当然可以做 只是很麻烦 这搞刚 可是他们愿意花天亮的钱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它很大的运算量 但是都是传言 然后另一个是说 他们是不是有去揭取原始资料 这个所谓的metadata 原资料 原资料是所有资料的 一个根本性的事情 就是说它是关于 data about data 资料 有关于资料的资料 所以它会 你只会得到很多原资料的分析 你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连你是个当事人 假设您打电话 你做很多事情 你自己都不知道 它关于你做这些事情的 它整合出来的资料 你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它是可以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对 那他们在这方面 我觉得你这话听到这里 感觉有点恐怖 对 是 就是它已经做到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 对 就是说你当事人 或者说包括像当事国 可能他们可能自己 都无法掌握的 因为它关于这些资料的分析 会跑出很多有趣的结果 你们可能都不会知道 所以它又拿到最原始的资料 那就是无敌了 基本上 对 那像所有的资安手段 你们要解决 因为它这次指控 让大家shock的地方也在这里 就是说就是你没办法解决 所谓资安 你什么防火墙 什么没有用 因为它从最原始的伺服器 是不是能有拿资料 对 但这些九大公司 是否认这一点 就是说他们只是说 你有查询 我有回 对 但是那个史诺顿的指控是说 他们有伸手进去 直接拿原始的资料出来 对 这个东西就是再加上天亮的网均 网路的计算能力 还有这些最好的公司 我刚刚讲的那些一流的公司 像中情局甚至有自己的创投部门 然后像刚刚的普兰蒂尔 就是他们最早的投资方 其中一家就是叫做IQT 这个中情局自己的 的venture 自己的风险投资 你去看它的投资名单 都是一些很酷的东西 就是 所以按照廷耀讲的 他现在在美国 在网路上面这种无敌的实力 你拿来对于外国的对象 来做一些监控 或是基于自己国家安全的理由 来做一些勤奏的工作 可能大家觉得能够理解 但这一次的事件 也是因为大家觉得很困惑 为什么你监控的对象 会变成自己人 我想这个911事件的发生 还有最近我们记忆犹新的 波士顿的爆炸案 很多都是发生在美国内部 而且是合法移民进入美国的 所以美国它要对付的对象 它不仅仅是外国 可能对美国产生的敌意 也有内部的包括 反社会分子 也有可能是受到恐怖分子的哲理 或者是精神感召 或者是个人因为家庭的背景 所引发的本土型的这些问题 所以美国对付恐怖主义 不是只有打击外国的恐怖主义 还要面对本土自发性 自身的恐怖分子 那么所以它对于国内做监控 那么是受到很多政治人物的支持 一般民众在民意上也支持 那么在这次Snowton的事件 发生了以后一个礼拜 美国的Washington Post 跟这个一个很有名的 很有公信力的民调跟新闻媒体公司 叫做Pew Center 他们联合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超过60%的美国人民 认为政府做的没有错 那么甚至有30%的人 认为政府做的还不够 所以才会发生波士顿爆炸案 如果做得更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逮到所有预防 等于是预防性措施 可以靠这样子的技术来做 当然美国人民当自己受到强害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莫名的 这种爱国主义 或者是保卫团体利益的这种作为 那么可是美国的立国精神 中间也有一个就是反对暴政 反对被政府控制 那么所以在美国3亿1000万人口 这么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当然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但是在网路的安全跟自己 有没有被监控的范围之内 目前我觉得美国还在公民之间的对话 或者是媒体本身到底是爆料者 还是被监控者 还是自己是媒体是victim 是受害者 现在也都是大大的疑问 我们等一下广告周回来 特别要进步讨论 现在史诺登人还在香港 那么到底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被引渡回到美国 进一步的在对中国 美国跟香港之间的关系 会出现什么样的微妙变化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进步来讨论 好 回来带你来看到 这一次史诺登选择是在香港 来揭露轮禁计划 其实根据了解 在轮禁计划背后呢 还有包含了大道船屋以及盒子 这三个计划 全面性的使得美国在网上的 轻松能力大为增长 但进一步我们要来问 其实为什么最后呢 史诺登会选择在香港 这个地方来爆料 其实过去有曾经见报过 媒体被点到 他有可能会去考虑 要窝藏的地方 包含了台湾也在名列之中 还有在澳洲以及英国 但最后他选择在香港 所以首先就想问一下黄老师 您觉得他这样的选择 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跟判断 以他的年纪 还有他在媒体上接受访问 我们所看到他谈话的内容 我们做一些内容分析的话 我个人并不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神经质的 具有高超电脑技术的一个 不是量子电脑 不与人接触的一个怪异人士 那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经验的一个 对国际关系非常了解的一个人 那么所以我做两个假设 一个就是他背后有高人指点 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另外一个就是他刚好 在网路上面看到一些资讯 自己做了判断 我们现在都不晓得 有高人指点就可能出现阴谋论 例如说这背后 有没有政治动机之类的 这个我们都要在事后 有证据的时候才能说话 为什么他选择香港 香港号称要港人治港 对不对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50年不变 那么香港有自己的法律系统 那么香港又是英国以前的殖民地 香港又是一个自由港 香港又是一个网路资讯 非常开放自由的一个空间 那么选择那个地方 又可以夹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 你看起来我们事后有先见之明 感觉这是一个确实是大阴谋 然后在可能计划整密以后来做 可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证据 去看出来这个年轻人 他可以设想的那么周到 然后开始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才在一开始说 这个好莱坞一定有兴趣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 香港的主权已经回归到中国大陆 那么治权基本上 也在中国大陆所控制之下 但是法律有一定的独立 那要不要 香港最近有很多人抗议示威 表示一定要保护什么的 其实香港并不是为了 那个人的人身自由 也不是在能不能够监听人民通信 网路监控这个上面表达意见 全部都是为了要凸显香港 有别于中国大陆 有别于所谓内地才做的事情 所以中国大陆的态度 还有中国大陆跟美国 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私底下已经展开接触 那么我相信美国所有的执法力量 情报单位都在全力找这个人 那么说不定也知道他在哪里 只是能不能动手而已 那么所以Snowton在访问的时候 有暗示就说如果他被谋杀的话 那个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出来爆料 那么所以我觉得 他除非是很勇敢的一个人 要不然的话 他一个人来对抗美国 这么厉害的国家机器 然后又敢游走于美国中国 两大强权之间 零零种种错综复杂的 强国对立关系 我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了 为什么他已经知道他人在哪了 但没有办法进步动作 还是有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的问题 对不对 我实在不想用这个阴谋论 我实在不想用这个阴谋论去推演 因为我不是做电影也不是编剧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假设 因为美国作为这个长期的强权 而且跟苏联对抗的经验 而且又是这个 连好莱坞都可以拍出这么多 不能够对外爆料 然后而且 Guardian就是英国卫报 我老早就已经跟他打电话 我找卫报的老板 我找这个所有可以动用的关系 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人在哪 来 第一个我要做损害控管 第二个我要找到这个人在哪里 如果29岁他做的只是 隔了好几层的 outsourcing的contractor 也就是说他是被委外 在委外的一个技术员 那么没有大学学历 又被部队开除的一个人 他能够那么厉害的 掌握手上到底有多少资料 我如果不确定的话 我很难对他下手 因为把他留住 然后让我可以有直接的access 我直接可以跟他对话 那个更重要 所以我比较相信 美国想要把这个人弄回去 这个很重要 那么到底能不能出手 中国大陆北京政府会不会有意见 那么北京会不会利用这个人 如果我太早出手 或是太急切的跟北京谈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所谓 conspiracy theory 就是没有阴谋论 只是看北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要不要太早告诉 让北京感觉 我很急的要把这个人带着 或者是我把他留在那里 我看北京怎么处理 对我有更多的政策分析意义 那我就要暂时不对他下手 所以我刚刚讲的都是推论 但是如果我自己 在做研究分析报告 我会把这些全部都列在里面 因为可能性都存在 可能的假设 所以老师现在在北京 我今天听到一个说法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比喻叫做北京烤鸭 就把沈诺登 北京烤鸭说先是把他片鸭一样的 一片一片的 先看他有什么秘密 先把他片下来之后 再把他召回去给美国 所以最后引渡这条路 还是势必的吗 我相信美国会透过正式的程序 最少他要 他应该不会是派一个海军的CO team进去 把他给绑走 应该是走这个正式程序 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 最不希望看到 真正会损及美国国家利益 是他又用非法的手段 或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手段 去把这个人弄回美国 所以我觉得美国不会走这条路 如果不走这条路 应该就是走正常的 引渡的这一条 那到底是跟北京谈 还是跟香港谈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 相对比较难的政策选择 有没有可能在他正式提出引渡之前 其实中国就北京方面 跟华府这边 应该必须要达到某一种的默契 才能够让美国说 知道说我引渡提出之后 不会有一个很难堪的结果 让我没有办法下台阶 这是必然的 应该是双方政府 应该针对这个问题 老早就打招呼 或者甚至已经坐下来谈了 不过最后怎么处理 这个又有政策上的选择 老师你眼线来看 这整体事件到底目前 对中美关系会带什么样的影响 甚至台湾是不是也有可能 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台湾是间接的 真正直接的是美中关系 为什么因为美国本来想要大张旗鼓的 修理一下这个北京就关于网路攻击 窃取美国的高科技资讯 那么我本来以为美国手上是握有证据 准备政要开始心思问罪的对付习近平 可是在加州峰会之前 这件事情爆发出来 所以当场让 我相信让美国是有措手不及 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当美国跟中国大陆有关键性的议题 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 必须要跟中国大陆谈的时候 我们自然不会在优先顺序上 排到我们想要有的位置 那么美国会去触怒北京 或者是故意去做北京不喜欢的事情 那么对他自己的利益有损 所以在台湾来讲 我们应该是间接的会被排挤到 相对比较后 也就是说优先顺序会排到比较后面 这个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有底 要先想一想 当然老师特别提到 其实现在不是很确定 就是诺登他到底知道了多少 真正的机密 所以我回头想要来问挺要的 是以目前你们在网路自己世界 网路世界的这个层级上来说 以史诺登这样子的 CIA的雇员的这种身份 当他进入到这个情报体系 去工作的时候 他实际上他的层级 到底能够知道多少秘密 其实这个看公司 因为他好像是民间的委外公司 然后到CIA来工作 所以网路也很扁平 有可能比方说你 有几个公司 具体来讲像Facebook 每一个写程式的人 他可能都可以改 很多很多的程式 对所以就非常非常扁平 他不像说以前说一个最先进的人 他接触不到一些东西 就是菜鸟可能要从助理开始做骑着 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在网路业常常很扁平 但也有可能它中间的架构是很多的 不过因为我知道一些资料分析公司 是工程师主导 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公司 很多是派工程师去跑业务 对就是说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老实 然后也是知道客户的需要 他立刻可以改 所以这些可能扁平到一个地步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 他可以知道很多 我倒有兴趣问 像Facebook来讲 这一类的工程师在进来以前 不管是外包的或是派遣工 或者是自己派的工程师 要不要经过安全查核 市长 这每个媒体应该都 每一个这个杨户对Google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程序 一些美国这么大有HR的 很大的HR部门 什么跟透过第三者的关系 去跟冰岛开始有所接触 老师您的评估觉得 他最后在冰岛寻求到 政治庇护的可能性有多高 我想我先要倒回来问 他怎么会有中间人 如果说他是这个one man 然后他自己在网路上访谈的时候说 他因为是NSA 就美国国家安全总署的contractor 所以他如果要离境的话 他三个月以前要通报 他说他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买下一张机票 他只有one way 就出去 那么所以他说 他是很惊险的离开了美国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就要问那他去找哪一个人 当中间人去找冰岛政府 还是说别人找他 那别人找他的那个人 他信不信任 他认不认得 这又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那么会不会跟亚商奇有关 就是这个危机解密的 所以是亚商奇觉得这个又是我老弟 蛮勇敢的 我要照他 所以我派人跟他接触 那彼此中间怎么取信 如果一个逃亡的人 又怕被美国政府谋杀的人 他在惊弓之鸟之鱼 敢跟外国的媒体连线 敢透过中间人去找冰岛政府 光这几个又把我们的问号 又串联出更多的问号出来 就感觉起来真是不得了的人物 刚才老师有跟你讲 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冰岛他找得到政治庇护呢 冰岛依照法律来讲的话 是有可能的 那但是冰岛政府也非常明确的说明 说你人来了再说 这问题是他现在人要怎么去 也是一个问题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特别要来讨论的是 现在网路大家都在使用 我们刚才讨论到很多网路安全的问题 其实我们每天都碰得到 等一下回来这个面向 我们也来看一下 就在史诺登事件发生了之后 其实美国的网友就非常苦手的 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 把美国安全局原来的logo 变成了一样老鹰在中间 不过老鹰就变成一个监听者的角色 你看他身上还挂一个AT&T的牌子 就这么来讽刺 现在美国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这个网路安全 对于每天都在使用网路的我们来说 都是切身相关的 当我们的生活跟网路是密不可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到底牺牲了多少自己的隐私呢 美国国安局的冷静计划被前CIA雇员 史诺登爆料之后被牵扯出来的九大网路公司 也成了美国政府监控民众隐私的工具 其中被点名的微软公司表示 2012年下半年 他们就有接到674类似的要求 涉及3万多个账户 脸书也表示在同一个期间 他们也接到同样的要求 现在美国政府利用公权力侵入伺服器的举动 让全球人心惶惶 而率先出来承认的是Apple公司 他们透过官网证实 的确配合政府的要求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提供用户个人资料给政府 而这些要求通常与追查抢案 或绑匪有关 这些似乎证明了 这些似乎证明了政府只要提出要求 如果拒绝这些大企业总会担心自己被记上一笔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全球人民的隐私就再也无所遁形 在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次整个事件也点到了九大相关的网络公司 也似乎都变成了共犯之一了 被点名的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包含微软了 Facebook YouTube Yahoo Google Skype 几乎大家知道的公司 全部都被点名上了 那么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显示 在去年下半年 因应美国政府的要求 那么这几个公司来对他们的账户 所进行的相关的资料攻击 那么苹果是涉及到了1万个账户 微软半年之内提供了3.5 2万个账户的相关资料 脸书半年之内牵涉到的账户数 有1.9万个 所以现在进步的 大家也把攻击的目标或责难的目标 某些程度放到了这些民间公司来 我想问黄老师 事实上的确是不是这些公司 它有一些难言之淫 使得它不得不真的得要配合 美国政府的一些要求 我觉得有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这些公司本来就是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帮助它自己的政府 来防治犯罪 维护国家安全 我相信他们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义务感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这些公司 把自己放在政府的对立面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对于将来业务的拓展 甚至他们自己的客户 不要讲客户 他们自己的领导 干部 董事会 跟政府之间本来是不是就有 很密切的关系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列入考虑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很多这些包括刚刚讲Data Mining 包括这些高科技公司 都是政府政务官退职以后转任 出任这个领导阶层或执行长的 所以他们本身 美国政府跟企业之间 本来就是有旋转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人应该不会很讶异 就说这些公司 为什么要跟政府合作 所以他们有结构性的原因 使得他们必须要某种程度的合作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在这一次 看着史诺登的相关资料 有一段外文的媒体 他所描述的一段话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非常活生生 大家一定都很有feu 的感受就是 你今天在网路上 在YouTube上面 你看一段 这个巴基斯坦斩首的影片 看完之后呢 你就用你的Gmail 写了一封Email给你的哥哥 你跟你哥哥说呢 大部分东西其实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只缺一个压力锅 结果Gmail就看到压力锅 这个观念字 在旁边跳出来的广告 就是压力锅的一个特价的广告 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面对到的问题 我们平常写Email这些讯息 老实说 这些公司他们都已经 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 现在问题在于 这样的讯息 是不是要让政府也插手 知道 不过我想问的是 所以 其实我们在使用 这些网路通讯资料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隐私 到底已经曝光到了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安慰一点 他们每天出的资料是巨量 这些大型的公司 不管是谷歌也好 微软 FB Skype 这些都是 他们巨量资料 所以他对我们的个人 一个UniQ的个人 独特的个人 是没有兴趣的 他在意的是你的 比方说你代表一个 多少岁的女性 然后你关心的东西是什么 我可以卖你什么样的产品 他们对一个个人本身是没有兴趣的 所以才会说我觉得其实 也往好的方向想 他们那么巨量的用户数 几亿几亿的用户 但是事实上他根据目前已经揭露的部分 他才得到了几万个的需求的回复 就是告诉他们这些资料的细节 是只有几万个 所以说他相对来讲 没有我们想的损害大成这样 但一方面来当然是从 比方说很左派的角度 会觉得好糟糕 天塌下来了 但是实际上来讲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包括像Google 你看到那些广告 很相关 很可怕 可是实际上他对你的资料的内容 他是没有兴趣的 因为量太大了 而且这些网络公司 员工都非常的少 因为一直有人都觉得说 是Google跟Facebook的人 在看我的粉丝团也好 然后要把我ban掉 可是通常都是你犯了某些 他早就写在规则上的一些错误 比方说你不能用非法 加入Squib之类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都误会 可是他根本看不懂中文 所以在现在网络世界当中 如果真的要确保我的隐私 一点都不受到侵犯的状况的话 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完全不要伤亡 对 但事实上是做到 所以我觉得就 你知道一旦上网 你不管打卡也好 你PO照片也好 其实他们都掌握了 对 就是所谓的社交 社交足迹社交工程 就是有一种叫社交工程的东西 就是说用人跟人之间的 社交能力 就可以取得你的很多的资料 像之前有脸书那种 你不在家 然后那个 因为你打卡嘛 我去日本玩 然后就来你家 把东西都搬走 小偷就用社交工程知道 这些事情 是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 往好的方向想说 至少目前来看 我们这些广告系统也好 这些东西 它没有针对我们个人 做 就是很细节的去 就是说对你内容 我们也是没有阅读 所以回头想在最后一点时间 想要请教老师 在目前这个网络世界当中 如果是个人的隐私 跟大众的安全 国家的安全在天平的两端 刚才也讲到 其实欧巴马现在 你在天平两端 要怎么样来做 这个平衡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平衡点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设 会比较符合大众的期待 我觉得就美国政府来讲 或者任何一个政府 它都不会放手的 因为那是它的职责 要维护国家安全 所以我觉得有自由的媒体 有公开的公民社会 才是真正让我们可以 达到平衡的一个关键基础 如果是一个极权的国家的话 这种永远是原木求鱼 问题会不会在于 它有没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监督的机制 我们都以为是民意机关 但实际上 每一个人的背后 都有另外一个人在看你 那真正最后在看的是人民 政府不会小看 散落在各地 没有加入政府的优秀工程师 跟网络天才 所以我觉得 人在坐天在看 最后监管的可能是上帝吧 非常谢谢今天来到现在两位来宾 我们先听到广告 马上回来 在网络的世界里 骇客真的是无孔不入 包含了美军非常重度的反恐武器 无人机 这无人机有一台造价 大约新台币52.8亿 不过现在这么贵的一台飞机呢 也变成了网络骇客的囊中物 美国国防部在之前就坦承 伊拉克境内的网络骇客就使用俄罗斯一家软体公司 所研发出来的破解软体 成功就找到了无人机的安全漏洞 就好像进入到无人之境一样的 就窃取了无人机可船的一些战区现场画面 这真的是让美国国防部大为震惊 现在呢在美国大约有半数左右的无人机 是在没有加密的状态之下来执行任务 而这被骇客了的反恐战争 要怎么打下去呢 面对现在的网络世界 这不管是个人隐私 或者是国家安全 其实都衍生了更多问题 值得我们来好好思考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见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网络 我们从每一个面 去了解世界的全面 经济趋势 财经耐动 科技行之 晚上十点 武汉国际观察员 全球金融通报从美国 成为专家对话 带你完整掌握 掌握世界的心事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 TVBS震惊化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